刘小妹和菊花闲聊了一会儿,看看晌午了便收起针线活告辞回去,并和菊花说定了过两天一块儿去下堂机。 菊花又做了会针线,直到把正常合的一副手套缝制完成,这才起身准备去做饭。 刚一抬头,就见张淮提了个大包裹,满脸含笑地从院外走进来。 大黑狗带着新桌的小灰狗正卧在院子当中晒太阳,听见脚步响,蹭的一声从地上跳起来冲向院门,肥嘟嘟的小灰狗紧跟在他身后,滚葫芦似的挪动小端腿跑得身子直颤。 大黑狗戒备地迎向来人,发现是张淮便摇摇尾巴放松了警惕,还用狗头在他腿边蹭了蹭,显然不拿这个经常来的家伙当外人。 张淮刚从下堂机回来,帮菊花烧带了个包裹,确切地说是帮青木烧的,这是刘云兰托来一起托给青木的,里边是鞋子。 张淮如今在香肠作坊,专门管理对外的一块,销售自是不必说,肯定是由他来接驾,就是采购这一块他也是监管,具体则由李长云负责。 既然建了作坊,当然不能再跟去年似的小打小闹,只在村里买猪肉灌香肠,为此作坊在下堂级专门设立了一个猪肉收购点,面向十里八香的收购猪肉。 生产出来的香肠也通过这里运出去,一部分交由李长宇在青灰县发卖,一部分卖给青灰酒楼,剩下的则由方家的红发货站经营销售。 菊花和青木早在八月的时候,就把香肠的做法和配方卖给了方老爷,只要了五百两银子,说是为了感谢他在打倒机项目上的支持,不能多要。 其实他甚至不准备要银子的,可是在商言商,如果他不要钱的话,没准那个方老爷反而会觉得不踏实,所以他就要了五百两,相信这个价肯定比方老爷自己订得低,这样就不声不响地卖了个小人情给他。 最重要的是,在他心里留下了香肠淡朴的好印象。 果然,这个价让准备再出两千两银子的方老爷十分诧异,他还以为对方会跟上次一样要他来出价呢,结果人家这次又不要他出价了,自己订了个低价。 这一点银子对他来说不算什么,但他确实因此对这家淳朴的乡民好感大增,忠实地守信了不在湖州这一片做香肠生意的承诺。 除了湖州,他也跟建打倒机的作坊一样,把方家的香肠作坊建在了各地。 不仅如此,他还吩咐宋掌柜,湖州这一片就由红发扩站来代卖青山香肠,这可是审了张怀和李长宇好多的事情。 这么大的市场,目前村里的作坊出的那点货根本就不够卖。 所以李长云就住到了下堂集去收购生猪了,张怀也因此常往下堂集跑。 许花忙了半天,手指冻得冰凉,他收起针线杂物搓了搓手,然后筛进绣筒里舞子,一边看着张怀递过来的包裹问道,嗯,这啥东西? 嘴里问着却并不伸手去接,张怀见他怕冷的样子,忙笑着替他打开包裹说道, 哦,是你嫂子让来洗来带的,好像是鞋子,哎呦,这么多双。 他看得眼睛都直了,只见包裹里包着大大小小的四双棉鞋,两双单鞋。 看尺码就知道郑家全家人都有份,两双单鞋是杨氏和郑长河的。 许花见了也是两眼放光,这一下自己可就省劲了,云兰姐姐居然做了这么多鞋,她可是不用再扎鞋底了。 心里一高兴就掏出两手,把鞋子逐一拿起,仔细查看。 越看越高兴,比自己做得好多了,瞧那针脚多匀近。 张怀见他喜滋滋地含笑翻看鞋子,特别把自己那双拿在手里看个不停,看样子想试试。 他就静静地在一旁望着他,笑笑得也不言语。 心到瞧你嫂子把你哥做了鞋,连带着帮你跟郑书郑婶也做了,你就不能帮我做一双吗? 举花看了一会儿,忽觉得身边的张怀没了动静,抬头见他笑着看着自己,也不说话。 又瞅一眼包裹里的鞋子,就那么笑着,眉头微扬,眼神闪亮,偏偏他就能读懂他的眼神。 分明觉得他在说,瞧,人家做了那么多双,你咋不帮我也做一双嘞? 举花老神在在地撇了他一眼,学着他的样子也是笑咪咪的,并不理睬他。 自顾自地把鞋子放好,将包裹扎上。 怀子见他眼波流转,从自己脸上划过,分明在说,跟人家比,你比得了吗? 人家已经定了亲,你还早呢? 于是他便不无忧愿地轻叹了口气,不过埋怨的感觉少,幸福甜蜜的感觉多。 故作无奈地对举花笑了一下问道, 哎,你哥还没回来,不是说要起鱼塘吗?可定了啥时候起? 举花觉得年底起鱼塘太冷了,因此跟爹娘商量定了,要早些起鱼塘, 丮鱼还是次要的,主要是清理鱼塘,把那堂地的泥泥清上来做肥料,再把池塘挖大些。 这时间他问,便含笑道,当然要等你们都空闲的时候,不然连个帮忙的人也拉不来,难不成我跟我娘也下去? 怀子就忍不住笑了起来,让他不要担心,说那个小鱼塘清理起来快得很, 要不是里边有莲藕,要小心地把莲藕种挖出来,根本用不到那么许多人帮忙。 说完话,他看看日头,有些不舍地想要告辞,呼得又想起了什么,回声对举花说道, 哦,来喜还带信说,你外婆呀,让你去住几天嘞。 菊花点点头,表示知道了,将他要走,便又叫住他道, 哎,你等一下,说着回房,去拿了双手套出来递给他, 哦,这个给你。 他帮爹娘和哥哥做手套的时候,不由自主地顺着自己的心意帮怀子也做了双, 没有理由,想做就做了。 张怀见菊花主动送他手套,有些发懵, 他事先并未求他帮自己做,刚才也没问,可是他却不声不响地帮着自己做了, 还这么送给了自己。 他接过手套,并没有兴许若狂,激动万分, 只是凝视着菊花一会儿,就垂下眼睫, 麦色的脸颊浮起一片可疑的红韵。 毕竟少年出色情势, 以往他虽然日日盼着念着菊花对自己好, 可那都是他当方面的期望。 如今忽然,菊花也明确表示了这份情意, 刹那间的目光流转,如春雨般渗入心田, 心弦颤动的同时,感到甜蜜羞涩不已, 亦有些不知所措起来。 菊花看着这个农家少年, 穿着半心的短肩和假袄, 站在冬日的阳光下, 如厚山的橡树般挺拔, 他脸上酿起了一抹微笑, 有些欢喜,有些安定, 有些羞涩,如这冬日的暖阳, 令他觉得温暖而实在。 静了那么一会儿, 他瞥见他脸上的红韵, 心到到底是年纪小, 不如姐姐脸皮厚, 他忽然起了狭树之心, 故意唤他道, 怀子哥,怀子哥, 咋了?不喜欢这手套吗? 嗯,我一针一线活鸡, 就是不好。 怀子急忙抬头, 念手中的手套, 连声说道, 啊,喜欢喜欢, 我好喜欢嘞, 菊花妹妹。 她忽然顿住了话头, 瞅着菊花无声地笑了, 她已经发现菊花在故意逗她了, 她正想说什么, 听见隔壁传来她娘和事叫张杨的声音, 杨子啊,快来帮娘一把, 把这桶萝卜秧子拎到后边去喂猪。 这一声叫唤, 把她从柔情中唤醒, 她就急忙对菊花道, 哎,我要回家喂猪了, 下晚再来跟你说话。 说完, 歉意地笑笑, 见她点头, 方才转身大步走了。 菊花见她去了, 心情极好的, 准备去厨房做饭, 一转身就差点被脚下的小灰狗给绊了一跤, 这小狗简直跟大黑狗小时候一个样, 老喜欢握在菊花的脚边。 菊花被她这么一绊, 满心地以泥柔情被绊得不翼而飞, 望着小家伙肥嘟嘟的身子, 那肚腹肚囊甚至沉甸甸地下坠, 走路一闪一闪地不禁又好气又好笑, 骂道, 哎, 沉甸就小的往我跟前凑, 不怕死的东西, 要是踩你一脚, 看把你肠子都给挤出来。 她可是真的有些害怕, 刚才要是踩到她, 哎呦, 那将是一幅怎样学兴的画面。 大黑狗扒在院子里, 悠闲地瞅着菊花骂小黑狗, 像是在心里幸灾乐祸, 小子一点眼色都不懂, 想跟做人亲热, 那也要瞧个时候, 咱可是从小就骂大的, 好不容易懂些眼色, 如今你来了, 正好替我挨骂。 小灰狗被菊花骂得躲闪到一旁, 不一会儿, 有个猫对视掐架起来。 上午, 正家出去干活的人回到家里, 看到刘云兰带来的一大包鞋子, 个个喜笑颜开, 茫茫地评论比划了一番, 又迫不及待地试穿起来。 青木踩着软软的鞋子, 脚底暖暖的, 心里柔柔的, 心到好久没见她了嘞, 也不晓得好不好, 出个空去留家当瞧瞧吧。 嗯, 正好过两天起鱼塘, 顺便送些鱼给外婆舅舅, 也送些给她。 杨世贱儿子闷头是邪, 并不说话, 不过脸上却挂着淡淡的笑容, 与菊花对视一笑, 笑道, 青木呀, 过两天把鱼塘起了, 你送些鱼给外婆家, 也顺便送些给云南, 瞧她好不好, 等明年正月空闲的时候呀, 咱就跟新家商量商量, 把青事就定在明年底, 真好呀, 也接了过来过年。